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3月28日星期二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 我是王曉祥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中共國務院3月24日公布新的國務院工作規則 新總理李強廢止了李克強在任時指定的規則 有分析指 這是李強執掌國務院後的第一把火 習近平派李強接任總理的最主要原因終於水落石出 國務院工作規則由李克強時期的10張總共64條 變成現在的8張總共43條 可謂大幅刪減 海外時事評論人士中原撰文分析指 李克強時期每星期例行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有決策權 當時的工作規則規定 國務院常務會議的第一項任務就是討論決定國務院工作的重要事項 但在現在的新版規則中 常務會議的第一項任務變成討論需要提請黨中央審議決定的重要事項 也就是說國務院常務會議已經無權決定國務院工作中的重要事項 這個權力被李強上交中央 新的規則還要求堅決在以習近平為中心的 黨中央領導下展開工作 重大決策 重大事項 重要情況 及時向黨中央請示報告 李克強時期的規則中 所謂的國務院工作指導思想 包括了由馬列 到毛鄧江湖時期的理論思想 但是新版規則就刪除了這些 只剩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並且增加了 中國堅決維護黨中央集權和集中統一領導 全面落實二十大精神等說法 中原分析說 新的國務院工作規則應該出自中共中央 國務院只能夠照辦 李強接任國務院總理的最主要原因 忠於水落石出 李強接掌後的國務院 正式成為中共中央的辦事機構 而且現在的中共國務院 只是認習思想 中共前任領導人的理論思想 全部都被掃地出門 李強大事小事 都只能夠照習近平的說話去做 此外 中原也提到 李克強在任時期 出現習近平李克強 兩人不同調的現象 現在新版規則規定 國務院要堅決貫責落實黨中央 重大決策部署 和習近平還要指示批示 確保黨中央正令通行 令行禁止 即是有令即行 有禁則止 而且國務院組成的人員 不能有同黨中央 國務院決定違背的言論和行為 仍同明確規定 國務院內部 不能質疑中共中央 只能全面執行中央的命令 中原總結說 中共新的國務院工作規則 結束了國務院最高國家行政機關的角色 中共中央赤薄上陣 掌管一切 李強的第一把火 眼見要將中共國務院燒陣 中共對政府機構的附體 完全公開化 外行領導全面掌權 中國社會在中共之下 面臨著大倒退 中原認為 沙塵暴示弱中國 是中共亡黨之際 逆天而行的一種警示 若中共無視天意 更大的警示 恐怕會陸續跟著來 3月27日 蘋果公司CEO Tim Cook 會見了中共商務部長王文濤 討論中國的供應鏈問題 以及重新開放經濟的進程 而在之前 蘋果公司已經敦促供應商 擺脫對中國生產需求的依賴 據中共商務部聲明 Tim Cook和王文濤 就蘋果在中國的發展 和生產供應鏈穩定的問題 交換了意見 目前Tim Cook正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 他是極少數的幾位 前往該論壇的美國高層之一 去年年底 富士康在中國的主要鄭州工廠 發生工人出走潮 導致蘋果最新版本的iPhone手機 生產瘦了 嚴重影響了蘋果的正常經營 中共外交部在會面結束後宣稱 當局將會試圖令外國企業領導人放心 並且將會穩定供應鏈作為目前的首要任務 據報導 今次會議召開之際 蘋果正努力將部分生產線轉移出中國 主要供應商富士康 計劃投資2億美元 在印度班加羅爾 開設一間大型工廠 供應蘋果的高性能設備生產需求 路透社消息人士說 在印度設立生產基地的決定 是在考慮蘋果公司要求之後執行的 此外這個舉動 亦是為了尋求避免中美磨擦升級威脅的舉動 富士康在3月中的公開聲明提到 企業將會加大在中國境外的投資 以滿足客戶需求 並降低對中國生產的依賴 下面是希望之聲記者非真的採訪報導 台灣智庫國策研究院 和《日本產經新聞》合作 在3月27日至4月10日 在台北市將榮化國際會議中心舉辦 安倍晉三紀念影像展 展出大約200張照片 包括《產經新聞》19名攝影記者 歷時近30年所拍攝 以及遺商安倍超為提供的生活照 今次的紀念影展 有好幾個值得看的環節 除了展出200張左右的照片外 還有精彩的影片 結集了安倍前首相 生前與台灣之間的種種互動 包括她在與台灣總統 蔡英文的視像會議中 強調台灣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的片段 此外 現場還設置了好幾個安倍前首相的人形指板 方便大家與她合照 日本《產經新聞》 台北分局長齒板明夫在活動現場 接受本台記者斐真採訪的時候 講及她眼中的安倍首相 她認為安倍是一個了不起的戰略家 她說安倍首相 是一個日本歷史上最偉大的戰略家 她並不是處理當前的問題 而是想到十年、二十年之後的日本的發展趨勢 和國際形勢 所以安倍當年她畫下的藍圖 現在已經一步一步走向現實 所以我認為安倍是一個日本歷史上最了不起的戰略家 安倍所定的這個理想的日本 與台灣的關係與遠景是什麼呢? 據似板明夫的觀察 她就是印太構想 希望就是捍衛自由民主這個雙邊關係 大家能夠享受自由的民主 安倍晉三生前構思推動自由開放的印太 可以說對日本對全世界持續產生深遠的影響 台灣學者形容所謂的後安倍時期 實際是全安倍時期 岸田內閣正在非常積極地執行安倍的戰略構想 對此此似板明夫表示 安倍是英雄造時勢 而岸田是時勢做英雄 所以說是安倍創造這個時代 但是在這個時代之中 岸田做出非常正確的選擇 所以我認為安倍時代 其實安倍主要重視外交 當時它製造一個昏迷 現在岸田上來之後 其實更注重軍事 所以說一前一後 我覺得這樣會令日本更加更加強硬 會令周圍變得越來越安全 對於日本未來 是否有機會一步步和中華民國走向恢復邦交 此似板明夫認為 這件事還需要一定的時間 即是說日本作為一個地域大國 而且在經濟和中國的經濟關係是這麼近 在這個時候 日本和台灣建交的可能性暫時不大 他認為現階段更應該是推動實質上的雙方交流 27日瑞典軍方宣布 出於安全因素等顧慮 將會禁止軍方人員 在公務機上使用中國短影音應用程式TikTok 據法新社報導 瑞典軍方表示 這項決定是基於一份公開來源的報告 內容涵蓋TikTok是如何利用用戶資料 以及TikTok開發商 北京自節跳動科技公司的所作所為 瑞典官方發言人指出 使用手機或平板電腦本身 就存在安全風險 因此我們不希望看到TikTok 在我們的工作設備出現 由於擔心TikTok開發商 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聯繫 直至目前為止 歐盟執委會以及荷蘭、英國、美國、加拿大 以及紐西蘭等多個國家 都已經要求政府官員 不可以在公務設備使用TikTok 以上就是今天帶給大家的內容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 事情 給你們看 看